一定要保佑我 打更多的鬼子 给你保充 你快把我的跑了 闲着白白脸 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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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小四川 队长 前天大部队已经上来了 撤 撤 吴忠义 小四川是老子的兵 是老子最后的兵 你居然敢撤 吕霄雯 你先浪 那么队长也不少这药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吕霄雯 你别乱撒气 没遮够我小四川 是我的责任 现在才出责任 还他妈有什么用 吕霄雯 我是医院的医生 我们医院每天都有伤员送过来 不是缺了胳膊就是少了腿 都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他们为了保卫国家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 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 小伙儿 撤 那 太女儿 太女儿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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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一人 你去找吧 你去找到那裡的地方 是 前天閣下 這種事就交給卑職來辦吧 卑職最拿少了 你們中國人的俘虜 就要中國人來先訓吧 記住 我就要我的情報 是 別動 帶回去 行行行行 別給我抓死了 你他娘呢 活得不耐煩了 也別跟黃君作對 這不是給爺爺我找事嗎 看什麼看 再看我把你眼睛挖出來 這兒死了肉 是哪兒啊 你看清楚了 這是爺爺我的地盤 還敢樂 啊 臭死你我 嗖嗖嗖 說明我沒人死是不是 哎 太好了 我 我 我沒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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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老娘要是真保佑你 你能落到爺爺我手裡嗎 你不知道吧 爺爺我有個外號 叫鬼賤仇 比爺娃還難纏 今兒個 我就讓你嘗嘗我的力 看見沒有 這兒裡擺的每樣東西 都能讓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你要是乖乖的 把八路君子情報告訴我 說不定爺爺我一高興 還能讓你少受點皮肉之苦 怎麼著啊 想好了沒有啊 用不用 我給你提個醒啊 你給我拉開你呢 你給我拉開你呢 我給你手 你要是該捧老子的話 你就不得好死 你死了就我一更 你 你個小兔崽子啊 死到臨頭你還嘴硬 我 我 那 那多少 陳長長 嗯 您怎麼來啊 這個人對黃軍很重要 要從他的嘴裡問出情報來 所以 還得我親自審呢 是是是 您老充馬 肯定比我們強多了 怎麼樣 招了沒有 沒有 換副大號烙鐵去 出家馬上就去 哎 你是拔露是吧 我和你們五隊長有交情 你這個狗漢賤 你想從我這兒討話 門票不得 我現在沒時間跟你多解釋了 總而言之你記住了啊 咬死了 你是被山東的礦工 對當晚的情況了解不多 這皮肉之苦 你多少也得瘦點 你我我會關照你的 你活你阻止我啊 給我給你送 你也叫無殺口 老子要是沒他整個厲害 還的話 老子就不是那康子 一瘦 好小子 脾氣夠硬的 一會兒我給你上老虎凳 滾辣椒水 來 您起來吧 看能我沒怎麼擠了呀 兄弟啊 雖然我們當家的關照過他們 但是我也知道 這裡頭啊 確實沒啥好吃的 讓你受苦了 你想什麼老子 老小子學藥笨 啥子 回國德啊 拱 拱爆幾天啊 福氣廢片 小杯咋做嗎 你是四常人啊 你說的那些我都不會 那 我帶的這隻雞 你吃不吃嘛 吃 不吃呗不吃 不過老子 醜話做到前一頭 老子就在這吃了 也不得跟你說出啥子 小小媽老子沒那麼容易 行 來 那你先吃點兒 快點 盡你一咖 盡你一咖 我吃吃吃 還是你想的兄弟 好吃啊 那還一個呢 你吃慢點 裝什麼雞啊 你吃慢點 裝什麼雞啊 好 兄弟 你們這次打礦區 是不是跟鐵編一起打 你怎麼鐵編 我認識啊 他女兒鐵蓮花我也認識 還有武中藝 呂修文 魏三胡 我都認識 這下你相信我們當家的 沒騙你了吧 班長 我們部隊堂這次所惡力 打廣區 用個裸役 那就是我當家的 陳祖壽 保安團的團長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我就說好了呀 我兩年紀宰天之靈 肯定要保隱我 你們好去放我出去 放你可不行 你在日軍那兒是掛了號的人 我們要是把你放了 我當家的腦袋也保不住了 那我不是狂犯息子啊 我扔到自己人 用啥子用了呀 我扔到自己人 鬼子暫時不會動你的 你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透露事情給鬼子 鬼子為了挖掘情報 就不會要你的命 那能找怎麼樣 我還不是在鬼子裡搜尋頭 我當家的會通知武中藝的 那至於武中藝會不會來救你 我就不知道了 會 若你告訴武隊長 他肯定會來警我 你讓我去 武兄弟 你肯來了 快快快快 坐 坐坐 好好好 陳長官這麼急 找我什麼事 我也正好有個事要找你的 兄弟 這次 你們幫我除掉了日本人重援 我和我夫人顧仙 真的是要好好謝謝你們啊 謝謝不必了 這次的事 陳長官也是出了大禮的 一馬歸一馬啊 雖然這次你們八路要打鬼子 但終歸是幫了我呀 這個恩 我是要記下的 至於我出的那份力嘛 是不是考慮 可以記在功勞部上 陳長官有意棄案投明 那是再好不過的事 你做的那些事 每一件都會記在功勞部上 有兄弟這句話 那我就放心了 實不相瞞哪 兄弟 我也知道 日本人在中國的日子 是長不了 可我陳總授 現在早已經是過街道的老鼠 人人都罵我是大罕賤啊 我也是迫不得已 跟在日本人後頭 混碗飯吃 吳隊長能給我這個機會 兄弟我真是感激不盡哪 陳長官 能明白過來就好 陳長官處在這個位置上 要是能以心抗日 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啊 讓我暗中幫忙 那沒問題啊 可是 要讓我真刀實槍地打日本人 我 我也沒這個本事 陳長官 歷來三心二意 兩面都想討好的人 可沒有幾個有好下場的 不不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我是想說 這打日本人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您容我好好想一想 行嗎 想多久都可以 就是怕到了鬼子被打跑的那天 陳長官還沒想明白 那時候勤算起犯的惡多 還是立的功多 陳長官怕是不好辦哪 兄弟 我一定盡早想清楚 盡早想清楚 對了 你剛才說立功那事 我還有一件事忘了跟你說了 這個礦區打完之後啊 日本人抓了一個俘虏 是一個四川人 叫 吳沙溝 小四川 他沒犧牲啊 沒有 他現在人關押在我那兒 我已經吩咐過了 對他好吃好喝好招待 萬不得已要用刑的話 也對他不能傷心動骨大 這件事真要奪謝陳長官 他是我們的人 陳長官 能不能想辦法 把他救出來 這個 有一點兒不太好辦哪 他可是在前田那兒 掛了號的人 說是一定要撬開他的嘴巴 問到情報 我也是費了很大力氣 才把他弄到我那兒 保證不讓他受皮肉之苦 他人關在哪兒 具體守衛的情況怎麼樣 我兄弟 是想結姦老爸 要我說 還不如讓他當一顆棋子 放在那兒 放在那兒慢慢跟日本人 吐假情報 這豈不是更好呢 這樣絕對不行 日本人上了一回當 不會再上第二回了 他們會殺了我這個兄弟的 這個人 我們一定要救 問題是 他關押在我那兒 您要是把他從我這兒救出去 日本人 豈不是要出我的眉頭 這個我會安排好的 陳長官你放心 你幫了我們這麼大的忙 我不會讓你吃虧的 這樣你回去告訴小四川 讓他真假情報掺著來 一點一點地往外吐 這樣的話鬼子 暫時就不會殺他了 讓他等著我們 我明白了 小四川還活著 太好了 真的 太好了 這個兔崽子 逃命的本事大 活命的本事也是一流啊 吳大哥 那咱們還等什麼 趕緊召集人馬衝進去 把他救出來呀 人一定是要救的 不過要講究方法 畢竟是鬼子重兵把守的地方 硬闖肯定是不行的 這可有難度啊 鬼子在曠區吃了虧 一定盤查得很嚴 有陳祖硕做掩護 混進去倒是沒什麼問題 不過人手不能太多 打硬仗是不可能了 而且 即便是硬闖 把小四川救出來 鬼子 怕也會怪罪到陳祖硕頭上 他就是個漢奸 咱們替他想那麼多幹嗎 陳祖硕搭上我們八路軍 這條線 有那麼點棄暗透明的想法 他這個位置對我們幫助很大 總不能還沒過河 就先急著把橋拆了吧 每件事都想得那麼周全 也夠難為你的 能不能讓小四川 賣個什麼假情報 吊虎離山 咱們趁機把他救出來 老總好 認識俺吧 俺來看俺書來了 你是那個 田祖硕的女婿 對對對 想起來了 陳掌官知道你們要來吧 俺偷人稍過話了 這是俺家自己家養的 俺給俺沈帶來補補 叔 你來啦 長時間不看見叔了想叔了 這是 這個 這個給婶帶來補補 讓火房對上 來 進來吧 來 請坐 我兄弟 怎麼樣 想好了嗎 大家商量了一個對策 就讓小四川說 八路軍的主力從匡區出來以後 藏在了京濟鎮一帶的山裡 那我呢 如果沒記錯的話 陳掌官是京濟鎮一帶的人嗎 是啊 我是京濟鎮附近下花橋的人 可這和看牙小四川的事 扯得上關係嗎 小鬼子要到京濟鎮一帶的山裡 你掃蕩八路軍 還不得找個向導啊 對呀 我不是最合適的向導嗎 我怎麼把這事給忘了 對對對對 回頭啊 我就陪著鬼子白跑一趟 不就把自己摘乾淨了嗎 鬼子要掃蕩八路軍主力 肯定要抽掉兵力 經濟臨可不盡啊 到時候這邊的防守一定會空虛 我們會密切注意鬼子的動向 他們一出城 我們就動手 我差點忘見大事 兄弟 你這計謀怕是不成了 哪有問題 我今天剛得到消息 日本人正調兵過來啊 有多少人 一軍列 怎麼著不得千八百人 說是明天晚上就到這兒了 調那麼多兵 我今天探到的消息 說日本人這次調兵過來 是要掃蕩八路軍的根基地 日本人還說 這回要掃蕩根本啊 你拿個主意吧 我反對 你反對啥 你反對啥 這是咱們八路軍的事 你一個國軍的連長 輪到你反對了嗎 盧大葵 都出生入死這麼多次了 你們是不是還沒把我當自己人 不是 李修偉 不是哪不把你當成自己人 關鍵是你剛才也聽見了 這是哪個武功隊的事 你你你你鐵蓮花 人家也聽不出來 人反對了嗎 人沒反對 凡人打鬼子的事我都支持 是 你們聽著 我也知道這個人物很危險 可怎麼辦 總不能眼睜睜地看著 鬼子掃蕩根據地吧 根據地是我們的後盾 沒有了根據地的支持 我們就是無根之木 小鬼子要想滅了我們 那是輕而欲己的事 那也不能當炮灰 咱們才多少人呢 就算像上次一樣 把曠區的兵都借過來 也沒多少啊 一千多全副武裝的鬼子 就是我們正規軍 也得仔細掂量掂量 更別說那些烏合之眾了 能咬下來一塊肉來 說誰烏合之眾的 不願意去 別去啊 跟人家待著 哪能自己去 那你自己去吧 你會日語嗎 我說你是烏合之眾了 那你說誰呢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一般見識 你們八路軍都是天平天降 行了吧 好了好了 都是自己人 何必爭來爭去 隊長說打軍列 又不是非得 迎刀運槍的拼才可以 隊長肯定是想出高招來的 隊長 你看是我唄 小四川 這位是大日本皇軍前天閣下 找你問話 你要如實回答 聽說你願意跟皇軍合作了 小子盆鬼子會說宗文貴話 洋棋人 說得好 你們中國有過輝煌偉大的文明 我很仰慕 所以我專門學習中文 不過現在你們不行了 落後了 所以才會被皇軍征服 你要緊跟皇軍才有你的出路 現在你願意跟皇軍合作了吧 大膽 不得無理 前天太女面前還敢放肆 大膽 你要如實地回答 要不然就給你上大刑 他既然願意跟皇軍合作 給他送綁 我怕給他送得不老實啊 好 現在我問你 你們八路軍在根據地有多少人 你們八路軍在根據地有多少人 兩萬 多少 兩萬人 你撒謊 哪有那麼多人 根據情報 根據啥子情報 寄了個情報 都是老皇帝 曉不曉得我們八路軍講究啥子 軍民於水情 只要我們在那兒安隱雜載 哪兒想纏軍的人 就躲得狠 再說了 你們小鬼子 讓他們招人狠 只要有所大鬼子 那四立八鄉的老鄉 都扛起讓他跟豬頭 就都來了 怎麼說你們有源源不斷的兵員 記得跟足櫃打冷藏時間長了 岂不曉得 八路軍是越大越多了 我會通過其他渠道 了解你說的情報的 那你告訴我 你們八路在我們的房區有多少人 一百 以前 一副酒 秦桑 這個是你們中國人的暗語 這個 我也不知道啊 別打雅咪啊 你們剛才跟我送榜 我回答的是八路軍更具體的問題 你們現在要喊我回答 八路軍這邊的問題 你 那我喝一副酒 你们都帮了我怎么讲了 我喝一副酒不得行啊 大胆 还敢跟前天太军讲条件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也不知道麻烦你的三匹 给他上酒 别说是酒 女人都可以 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前提是 要跟黄军好好的合作 双快 那我用我的啥子其他的要求了 八路军在你们房区 两三百人 其他时候 恰八人 为什么人数会有差异 那根据情况是 不打仗的时候 在你们房区 九两三百人 要是打仗的话 那从这个三间小路 一晚上就传过来了 现在境内 有多少八路的部队 刚打完矿区内一张 大部队 应该都回去休息了 现在在你们境内 三十别人肯定有 他们藏在哪里 经济镇附近的三上 打仗的时候 你们就把我抓下来了 现在到底有好多人 我晓不得呀 秦桑 我好像记得 你就是经济镇的人吧 太军好迹象啊 我就是经济镇附近的人 那里有大山吗 有啊 有大山 还有树林 那林子可冒命了 藏个几百人 绝对没问题 好 一会儿你要跟我详细地说一下那边的情况 你的话我会去证实 是 如果你敢欺骗黄军的话 我会让你比死还难受 你欺插就死了好事 反正你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 好酒更好菜 你举人就算了 我先不得心情 跟下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交战士发生了连续爆炸 巴克 阿鲁军口狠的 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矿产资源 他们是想来个鱼死网破 杰德军 这次一共有多少矿区遭到的破坏 四哥 其他矿区分散了横开 没有受到影响 杰德军 你记住了 鲁南地区的矿产资源 对我们整个帝国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以大局为重 以后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在矿区内直面交战 另外 总部派出的功臣先生就快要到了 有了他 我们要把鲁南地区的所有矿产 都掌握到我们帝国的手里 另外 和各个矿主保持紧密的联系 继续执行轻善政策 阁下 我怀疑有些矿主参与了对付我们的行动 要不要把他们 不 先不要动这些矿主 他们都是为财而活的人 我们要拉拢他们 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最大的支持 要让他们知道 跟我们皇军合作 有百利而危害 跟八路合作 只有死 属下明白 我们一手拉拢可以亲善的人群 一手狠狠打击顽抗的八路 陈队军 那个八路的俘虏提供的情报 你怎么看 阁下 属下认为 这个俘虏说的水分很多 虽然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好 边缘充足 但是 一下子冒出一两千个人来 我也是不相信的 属下和司令官阁下的看法是一致的 就算有那么多人 那一大多半都是农民 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这些农民恐怕连枪都没有碰过 不会是我们皇军精锐的对手 不过 这个情报既然是错的 那八路军躲在经济镇这个情报 你怎么看 阁下 属下觉得 这个俘虏 会不会是个阴谋 那浅浅军 你的意思是 这个人故意被我们俘虏 然后编造假情报 来欺骗我们皇军 都记下了吗 报告 一字不差 都记下 好 来吧 把经济镇的情况再说一遍 是啥子 还要说一遍 太局 我都说了那么多遍了 你机器那么爱听啊 这又不是得习问 太局 我听说啊 玫瑰人有一种录音的机器 可以把人的声音给录下来 你爱听几遍 听几遍 要不然 你这跟美国的玫瑰人用下来 放开 我告诉你 你说的机器 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有 但是我不需要给你用 你也不配用 我让你说几遍 你就得说几遍 好 不再说一遍 阁下 经济镇的情况 我让这个八路说了五遍 头两遍还是一致的 到了第三遍就出现了偏差 第四遍 第五遍越来越离谱 这么说 他完全是一派胡言 那就把他杀了吧 不 他的情报有真有假 只要是存在的真相 不管问多遍 答案都是一样的 而谎言 问多了 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 所以属下连连续续问了很多遍 对 嫂子 你又来送飞了 你不是想吃川菜吗 我特意啊 布了个四川厨子 让你尝尝家乡菜 来 快吃吧 吃完有事告诉你 死 死好死还是怀死哦 当然是好事了 你先吃 我怕告诉你啊 你吃不下了 不是 嫂子 你说这个话啥意思哦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 要是听到好消息的话 那我肯定特别吃的 因为要庆祝一下 如果要是听到不好的事情 那我还是吃的 要不要的话 要吃个味 那我告诉你啊 吴忠玉他们过两天就来救你了 怎么样 太好了 我 我总要出去了 嘘 嘘 别让让 那你先吃着 我先走了 嫂子 嗯 谢谢你 你才是个好女子 是我应该谢谢你 救你啊 就是救我们全家人 司令官阁下 通过问讯记录和排查 金基镇这个情报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金基镇有八路 这点是肯定的 经过反复询问 这个答案始终没有变 至于实际人数 和盘踞的地点 这个俘虏提供的情报 一定是假的 属下认为 进攻八路军根基地之前 皇军部署部队 还需要一定时间 所以属下打算 今天就领着部队 去金基镇一趟 尽量消除境内的不安定因素 那要是白跑一趟呢 不会白跑的 千天君 这么有把握 如果八路军 要是放出假情报来 肯定不会 只是引着皇军 白跑一趟 属下推测 如果这是假情报 那么八路军的目的 很有可能 就是趁我们兵力空虚 有所图谋 所以千天君打算 假装领兵出去 然后再折回来吗 八路耳目遍布 领兵到金基镇的事 瞒不过他们 属下打算真的去跑一趟 要是他们真在那里 属下就将他们全部剿灭 要是个假情报的话 八路军可想不到 今晚就有一千多精锐的 皇军增援 八路要是想有什么小动作 那正是自投罗网 好一个诱敌之计啊 千天君不愧为栋梁之才 不过那个撒谎的八路 你准备怎么处置 阁下 敢于对抗我们皇军的人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开门 解饭 跟我们走 这啥子呢 你快来吃饭 那就赶紧吃 吃完好上路 上路啊 上哪次路 我去哪儿 你快来吃饭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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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赶紧的 真是呀 上路啊 我 上路就上路 我再多指点 我做鬼不过 你 我去哪儿 你哪儿 你这么多废话 起来 快点 走 队长啊 队长啊 哪儿都给这儿 转悠半天了 到底哪儿合适啊 这是附近 没有合适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儿干吗呢 等人 我去哪儿 队长 三胡 队长 鬼子的部队 今天晚上就到 陈祖说给的消息 今天他跟鬼子 去荆棘镇 可能傍晚前才回来 为什么会选择 这么一个事件 难道鬼子已经觉察到 小四川给的是假情报 这怎么说 有可能鬼子已经猜到 荆棘镇的情报 就是个调虎离山之计 他们认为我们一定会 趁他们兵力空虚 进攻他们 这样一来 鬼子的军列一到 我们就成了梦中之鳖了 鬼子这招可太毒了 但是鬼子恐怕猜不到 我们的计划是 炸他们的军列 是啊 这么多鬼子 他们肯定以为 我们不敢招他们 这下好 鬼子使诈我们也使诈 一环套一环 结果还是对我们有利 没错 要是炸铁轨的计划成功 鬼子乱作一团 我们就小四川 就更有把握了 队长 前天把小四川也带上了 什么 我们的两个面子 很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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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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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说 你说我们走哪条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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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那条路呢 是 是这条路啊 走右边那条路就是老里 走 走山路的话呢 有点绕 得多走几个弯弯 才可能倒进镇子的路 而且这个季节 还有浪 走 走 走山林的话呢 近道是近些 就是有树叉 而且 还有水 不 其实这两条路得扣也 就 就看你们喜欢走那条路嘛 好 你说得没错 大大地说得好 两条路都可以走 陈丧 你说走哪条路好呢 太阳 要我说啊 还是走老林子吧 这个季节蛇都已经冬眠了 安全啊 走山路 你们以为我们大日本皇军 不熟悉这里路吗 老林子虽然是路平坦 但是枯枝数差多 不适合行军 走山路 翻过这山就有我们的关抢 别了 走 希望小四川能挺过这关 山路 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 先扎军列 在这儿扎 我在这儿 五兄弟 五兄弟 刘二哥 刘二哥 你怎么来了 你上回在那儿打了大胜仗 那叫一个痛快 这回听说 你需要人帮忙 那哥哥必须来呀 刘二哥对这铁路沿线很熟 当年带着兄弟们 在铁路上干过一些营生 别的不敢说 就这附近 刘路智障 那太好了 刘二哥 我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刘二哥 我想在这铁路沿线 找这么个地方 你走 来 别动 太军 这儿就是我们以前的指挥中心 过之前还跟收拾在这儿开会 你们的指挥中心在棺材铺 我 我才晓得了 那铁路沿线也是个烦的 这大饭店 大饭店 你确定 我也不是得特别确定 也有可能是一个米店 药材铺 那都是有可能的 他抬决 我都离开八路军这么长时间了 那八路军肯定有变化 我咋晓得呢 反正 我都把你们带到这儿了 要不然你们就自己找嘛 阁下 我看这个八路就是在撒谎 点了 下边就有铁路 那里边 哪样 零二哥 这地方不错 就在这儿下手 难道没看出啥门头来呢 这附近容易隐蔽 而且正好是他下坡路 如果在这儿找到铁轨 军列不容易刹车 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还等啥呀 赶紧把炸药拿回来 直接就咔碰的就完了嘛 咱们没炸药 没炸药咱给这转有啥呢 母中一心里有数 铁边有俩闺女 她肯定得娶一个 到时候不就有炸药了吗 看谁呢 想好了没有啊 娶哪个 这事还能有别的办法 我去找铁边 虽然我不想原谅她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爹 她欠我们俩俩的 我跟她开口 她应该会答应 黎医生为了抗日大业高风亮节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拍照 番号を言得 报告上冠 工併第十七年公平です 金区女士来猛兵兵力を配置します 兵力兵兵は はい 戦場金区女士全面を占領しました 是 金基镇 是 金基镇 现在是空庄 进入 东部地区 进入 东部地区 进入 好 辛苦了 是 进来 进来 好 没有八路 没有 太局 大咱们在东四季 你 拉过去那村吗 舍不决 要死 杀了他 你杀了我吧 老子咱不怕呢 我怎么应该你的手 老子想要是刷你们的 我杀了老子 老子总归都要死你 我不怕死 就他把你 不怕死 好 好 我现在不会让你死 现在杀你没有人知道 把他拖回去 明天一早 公然处死 我失手挂在城门上 是 是 听好了 第三小队 第五小队 金鸡镇原地待命 以防八路就范 其他人立刻返回司令部 阁下 这里已经没有八路 我们为什么要派出兵力 八路非常的狡猾 这里又是我们刚刚占领的空城了 他们最擅长杀灰马枪利用这点 不得不防 我别把心打了 别动 咱俩换个地方 来 如今了 你怎么回事啊 是让你在哪儿埋伏 你就在哪儿埋伏嘛 这自己都是要指挥别人的人了 先不停指挥 什么指挥不指挥的 我不容易得也配指挥我呀 就你这还看不上五中一呢 给人家提鞋你都不配 莲花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了 你什么向着外人呢 人家就是比你强 还不服气 莲花 你是不是看上五中一了 我没 我看着他怎么了 他没老婆我没嫁人 我还不能看着他 莲花我可告诉你 那五中一不是什么好东西 行了行了 我天天跟着他们 他是不是好人 我逼你清楚 你清楚什么呀 那五中一跟你姐俩人 谁姐 谁姐 李清九 行行行 李清九 那五中一跟你李清九 一直不清不楚的 现在又来勾当你 你说他能是什么好东西 快滚 这好好说着你怎么要急了呢 刘如酒我告诉你 你的意思我不是不知道 但你这辈子都别笑 天花 五中一是有点花花肠子 但也比你强千倍万倍 你这么爱搬弄是非 连个爷们都不算 把你这话说的呀 我怎么了 你要真是个爷们儿 就干点爷们儿的事儿 让我瞧瞧 别跟个长舌服势的 行了行了 滚不滚哪 不管动手了啊 烦谁 老先生 你 你咋回来了呢 不该问的 别问 我 咋 开除我巡逻车过来了 鬼子巡逻车来了 点炸药 不是 柳先生 这哪是点炸药的时候呀 这要是想的 那鬼子不全部进洞啊 挺我的还是挺八路的 这先 挺我的现在就去把炸药给我点了 刘先生 这现在正打仗呢 你哪能点炸药啊 既然是打仗 就真刀真枪 让鬼子干一场 这头头摸摸的伎俩 怎么回事儿 这 这么多鬼子呢 这真刀真枪 那 那不是出了死吗 送不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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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去啊 这 这 这怎么 这 我跟大家去说说 要能过去 快 狗日子 这谁呀 这么沉不住气 提前给炸了 这谁呀 谁先给点了呀 希望他杀不住车 这样 我的炸药还能起点作用 不好 鬼子提前刹车了 看见速度 是到不了三湖那边了 所有人 手榴弹 往军列里边扔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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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他挺不到我们的位置上了 冲 是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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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啊 谁点的火 声音从你们这儿先响的 谁这么干的 大小姐 这不是我们 是柳先生 大小姐 是柳先生 我们拦他 没拦住 柳如酒 王八蛋 他们出来 大小姐 他肯定跑了 这柳如酒 往日里挺稳重的 他拿提前电话呢 他紧张了 什么紧张 分明是叛徒 咱们今天差点死在他手上 胡大哥 对不起 我知道他就是想搅黄你的事 你放心 我肯定给你个交代 我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今天这个结果也不算太坏 小日本要进攻根据地 肯定是进行不了了 县城里的小日本 还要赶过来支援 我们正好趁机去救小四川 周一 肯定是胜不两立 阁下 金鸡镇的布防 属下擅作主张了 秦队军 你做得对 八路军在鲁南地区 特别是在暴徒谷一带 神出鬼没 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阁下 只是目前驻守金鸡镇的 只有两个小队 属下担心八路 你别担心 大本营派来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 等大部队一到 我们就启用新的战术 是 是 申请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军力被炸了 好好好 对不起 阁下 这都是我一系列计划失误 一切责罚 由我一人承担 由你一个人承担 金鸡镇 你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吧 在我们坊区内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连我 也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 对不起 发生这样的惨案 我前天愿意 以死谢罪 对不起 没用 现在你我死不重要 我们还是安安静静地 等着帝国对我们的责罚吧 明天一早 把那个八路的俘虏当中处决 我 不是 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呀 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呀 行 行是明天一早吗 黄军 我给他说了 天一亮就拉到城门口公开枪决 然后再暴时城门三天 已是警告的 还有五个小时 来 站住 你们干什么呢 押送人犯 有通讯证吗 拔开 我们是你们找来的援军 我们在铁路上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 我们的长官在伏金中阵亡 怎么 还让我们的长官过来开手续吗 对不起 这个人是我们抓获的 先关在你们这儿 等小泉司令官回来了 再审问 是 走 快 快 太神 您 您对事 押送人犯 不过这牢房里也关了人了 是个八路 这个也是个八路 八路和八路关在一块 开门 是是是 对 等一下 云莲先生 你们你们找不来了 不是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开门 队子 跪下 我去小天家来警务 我宝莲也死 后来恨 警爷 警爷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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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汉奸也是不得已啊 爷 爷 我也是中国人啊 行了 都是中国人 赶快撤 队长 门口那几个鬼子只是摆设 其实里边都是一些伪军 已经被兄弟们控制住了 还有 你要的两套鬼子服 我已经准备好了 抓紧时间 趁鬼子没发现之前 换上一副赶快撤 走 那你 八路的福祖被劫走了 看来是有人走路的风声 前天阁下 八路的胆子也太大了 不是我替我自己辩解 你也看见了 那昨天一整天 我不是跟阁下在一起吗 另外 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接近那个土八路啊 陈慈 我是相信你的 但你的黄鞋军的队伍里 是不是有可疑的人走路消息呢 那昨天 阁下您在那儿说 要公开处决八路 还要挂在城门上 那现场也有不少黄军在场啊 你的意思 我们黄军里有艰辛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我只是想 那前天阁下的英明决策 一定会振奋人心 那说不准谁一高兴 就说走漏了嘴呢 所以 好了 这件事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现在调集你的手下 去各处搜查 拔路俘虏的下落 你你你轻点 你轻点 你忍着点嘛 王上就好了 你都晓得哈 我一过多往前冲啊 我就发现 旁边的载药都不在了 我想不累死的 你们都催了 那我就来掩护是不是 我就一个傲人 你你你轻点 我就拉了这个枪 等等等等等等等 手榴袋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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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啊 死了那么多的日本鬼子 我想 这样会的话 那我可以是抗日英雄了是呀 是不是 你你轻点 轻点 后来呢 又来了好多日本鬼子 我不是那指贷也没得了 手榴袋也没得了的吗 是不是 我咋办呢 我想 那我就全打交替 那我刚想添打交替的事 我就不晓得被啥子东西 大云闹 小四川 你可太厉害了 你等着啊 去把你爹藏起来的糖 偷出来给你吃 有的 小四川 好样的 好样的 真的呀 你们不是都送过耙斯的吗 以前怕 现在是好样的 你给鬼子传递的假情报 我们炸了一辆鬼子的军令 八嘎 有敌之计 有敌之计 这就是你的有敌之计 前帝君 我对你很失望啊 对不起 哥才 对不起 对不起 有什么用 我对你觊觎这么高的厚望 你竟多少次让我失望了 属下无能 属下确实没有料到 每次你都没有预料到 还说 等你领兵走了 八路会程序攻击 正好落入援军的圈套 没想到 八路炸了我们的军列 还回头 大油大白地袭击了我们的监狱 秦大军 我非常怀疑你的能力啊 殿下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而是我们没有机会了 秦大军 我们从祖国出发 征战至今 总会有这一天的 我们 就当着欺负吧 那我真的就是抗死英雄了吧 那当然是 行了 别吹了 腰里别个死耗子 你冒虫打猎 这次算你小子命大 还好没再给咱们国军丢脸 要不老子非毙了你不可 居然长你在说啥子 你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 我腰头轮别了死耗子的嘛 我刚说的大家都听到去了 我这次没当逃兵 在座了 我现在啊 实在是结果 给八路军赠光 行了 大少爷 你就别逗他了 清久 小四川的伤怎么样 不碍事吧 没什么大事 都是皮外伤 小四川 没有了你做化务员 我们就少了一双耳朵 以后这个担子 你还得挑起来 陆队长 我不能制作化务员 我要上山上 我打死更多的资本鬼子 鬼子也打 化务员也中 行不行 那太好了 我要提供边境保证 salvaje 老李啊 吴中央他们 干的是相当的不错 是啊 这小子炸了鬼子的军链 鬼子伤亡很大 一千多精锐的日军 要是他们来进攻 我们新的根据地 咱们都得伤脑筋 没想到这小子 带着几十号人 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还有矿区暴动 对鬼子的战略资源储备 打击很大 是 真是神通广大的孙猴子 你想想 要不是他 咱们根据地 哪有现在这安宁 报告旅长 波海来电 牧村旅 原来是这个人 听说是个军事天才呢 鬼子分实录 对整个暴毒库的根据地 扫草荡 就是出自这个人的建议 他这次来 肯定是要布置 针对我们的战略 波海同志在华北司令部 紧藏得十分隐秘 如果不是重要的情报 他是不会向我们 直接传递的 你怎么看老高 既然来了 这个人 绝对不能留 发电报给五中意 让他想办法杀了他 这个人 可难得很 这个牧村旅既然来了 就绝不能让他走 要不惜一切代价 让他向阎网报到 启动波海的秘密联络阵 让我中意 能在第一世界 获得波海传送出来的情报 好的 不惜一切代价 刺杀牧村里 队长 不就杀鬼子吗 一千多鬼子 咱说干不也干了吗 还怕这一个 这次不一样 咋不一样 那次我们是出气不易 攻气不备 鬼子对这个牧村旅重视得很 肯定会派兵二十四小时保护他 这鬼子这么金贵 鬼子的军事天才 号称打赢这场战役的秘密武器 你说金贵不金贵 难看咱们队长就比他强 你们队长 小打小闹 偷鸡摸狗还行 你不就会说几句鬼子话吗 有啥了不起的 就是 吴忠一就是比你强 要不我们怎么都听他的 不听你的 你看小四川还是你的兵呢 他都不听你的 对吧 你咋个说话 刘 我们驴练藏 来是非常不丑的 是不是 只不过有点是刮兮兮的 不知道我是你 不爱跟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人说话 忠义 鬼子对这个牧村虽然保护得很严密 但总不能一直让大部队跟着他吧 只要我们想办法调开他们的主力部队 我们就有机会拿下 是啊 要是人手不够就问我爹要 反正他现在跟鬼子打得火热 鬼子不会怀疑他的 那个柳如酒找到了没有 还没有 柳如酒音讯全无 他会不会向鬼子告密 不会 柳如酒好歹也是我爹养大的 他要真向鬼子告了密 鬼子还能对我爹那么客气啊 密店里面写的是 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刺杀任务 还是找铁鞭吧 我去找他跟他说 好像就你是宝贝闺女似的 连生爹都不恨久 小灯教大 今非昔彼啊 吴兄弟啊 我知道 你是相信我的 我绝不会跟小鬼子尿一个裤裆里的 你不是说陈祖寿打入鬼子内部了吗 我也打入鬼子内部了 但是我可不像他 他是小鬼子的一条狗 小鬼子派来那个工程一雄 我俩现在关系非常好 也可以说 我现在是小鬼子最好的中国朋友 你说有了这一层关系 那打起小鬼子来 那就方便多了 陈祖寿啊 是身在曹营 心不知道在不在汉 铁大当家的你跟他不一样 你是不管身在哪儿 心都在汉 你看 兄弟啊 你是真了解我呀 我别的不敢说 咱就比这爱国心嘛 我比陈祖寿强多了 是是是 这个我们武功队都知道 所以我这次 又来找铁大当家的帮忙了 说吧 什么事 我们要刺杀鬼子的一个重要人物 我 我着地说话了 你说 要多少人吧 这次很可能是一场硬仗 说不定 要进攻鬼子的司令部 这可不行啊 你要说打小鬼子 那我没二话 那你要说进攻鬼子司令部 你 这哪是去打仗啊 这明明去送死啊 这可不行啊 兄弟啊 铁大当家的 你看我武中义 像是拉着兄弟去送死的人吗 那倒不是 那 那你说说看 你是 怎么个计划呀 我只是有一个初步的计划 需要铁大当家的 帮我出一只几十人的精病 哎呀 这几十人 你知道我 你不是要我认爹吗 我爹应该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 不是凡事计较得失 只想着自己捞好处的土匪和矿主 那你认我了 我只认抗日英雄的爹 你连我就是抗日英雄啊 我抗日多少回了 吴队长 精兵咱们有 只要你需要 我铁边亲自带队 跟你打小鬼子 还要做旗袍 喂 联络点是家裁缝部可以做旗袍 清久 我需要你配合我 我们假扮成福气一起去 周正是敌战区 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行 你们八路军 怎么打仗还能来这一套啊 这都什么呀 两口子是能随便假扮的吗 两口子那是拜过天气磕过头的 老天爷都在上面看着呢 你俩这样的啊 没拜堂就装夫妻俩 不吉利 不行 不能去 铁姑娘 我们八路军不相信这些 这都是为了工作需要 那我也能办啊 要去就我去 我去最合适 吴大哥 你让我去呗 我装你老婆 我肯定想 我看行 吕修文你怎么又来了 能不能不添乱 这吕修文说得没错 吴大哥 你就让我去嘛 我保证 保证会完成任务的 莲华 周震认识你的人多 都知道你是铁矿主的女儿 你去不合适 轮到我就不合适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吴中医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胡乱打主意 他再怎么说 他都是铁家的人了 他去哪儿 现在得铁家人同意 我代表铁家人 我不同意 铁莲华 你这都哪个哪儿啊 我们是在开会 是在工作 你要是再胡乱打仗 就出去 真的 好吗 好吗 不说话都行了吧 是 二位 来了 有什么需要 好吗 这样 我太太要回娘家 我先给她做两盏旗袍 先生太太 您先看看布料 我们这里都是上海来的好布料 料子就不用看了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位海师傅 旗袍做得特别好 海师傅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这是娘家的事 海师傅总得露个面吧 帮帮忙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以前订好的布料 这是我们以前订好的布料 先生 您里面请 好 那你在这儿看着 她欢迎来 太太 有挑好的料子吗 您看看这个怎么样 好 我看看这个 我叫吴忠义 武功队队长 兄弟 我知道你 辛苦了 看我这行的 隐姓买名怪了 名字我就不说了 明白 我把警报交给你 请坐 我把警报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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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在这里 这里的东西 都不可以拿出去 好 这是一旧智慧部的地图 你仔细看看 我这样 请吧 好 好看吗 好看吗